那啊,王一博这又登上日本杂志Asian Pops Magazine的封面了 这次还是热烈的成说为封面 九月热烈要在日本上映咯 要知道这是他八灯日本杂志封面了 次次还都是靠作品和角色走出去的 真是文化输出扛把子啊 要记得当年咱九十年代混函圈的时候 这杂志还真是腥风血雨过 应该说在整个亚洲流行圈都风靡过 谁家要是登上去了都吹好久 现在轮到王一博了 真把这个杂志当自家的角色宣传杂志了 难怪前阵子日本媒体会称2024日本王一博年 印象很深的是 王一博当年第一次登的就是杂志的新年号封面 以角色谢允登峰是为了纪念电视剧有匪在日本首播的大受欢迎 同时他也入选了当年日本备受瞩目的中国电视剧演员 从那后一个个角色一步一个脚印第八次登了 最难得的是今年5月3日东京审判日的时候 王一博饰演的叶先生 作为审判日本罪犯的男主也登上了日本杂志风 主打一个贴脸开大 还记得前阵子维和防暴队泰国票房出来 创今年年度华语片最佳开化成绩 也意味着近四年来泰国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全是王一博的 在内娱还在卷自立的时候 王一博26岁 踏踏实实用一个个角色输出海外 用作品说话怎么不是一种行圣语言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